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分钟市评 我是李国庆 黑色星期一 不跌得不得 在谈谈今天的题目之前 请大家看看恒生指数表现 全日恒指跌了114点 收报25824点 成交就不活跃了 600亿都不够 只有587亿 今天港股上午的时候 的而且确是曾经冲高过的 表现出是抗黑色星期一的走势 一度上升大概100点 但最重要是重上26000点心理关口 大家先看看恒指这幅图 今天我们开市的时候 25869点 曾经升到26069点 冲过上去2600关之上 以为可以摆脱黑色星期一 但美市就倒点 还要以接近全日最低位收市 没办法扭转黑色星期一这个趋势 黑色星期一是怎样的呢 其实我们用过去的几个星期 由7月22日的星期 大家知道721是什么事了 7月22日就跌了394点 跌1.4% 7月29日就跌291点 跌1% 8月5日那天就跌得多了 跌成767点 跌了2.9% 上个星期即是裂口扑 好 今天都要跌 特别是美市的时候 收市之后 夜期再下跌 在5点半 5点多 夜期再开之后 大概5点半的时间 夜期就要低水4、8点 也挺害怕的 那今晚会不会进一步下跌 还是扭转呢 现在事件都发展得很快 很多东西 中外因素 夹击住的话 所以大家都不要这么早乐观 现在的势仍然是比较弱的 我自己觉得 红灯信号 你先相信这个红灯信号 无论短线、中线 现在都是红灯信号 暂时 暂时 未扭转这个局面之前 未转红灯之前 走势未好之前 普罗大众 官忘为常 散户 官忘为常 除非你是艺高人胆大 你是自问 很看得通这个局势 可以在这个时刻 不惜一切 撩底 当然了 你不用看这个节目了 那你就可能会比较想入市 但是真是这样 我都建议一句 可能你还是少住 先试住 到有成功了 再加住 因为这些局势 可以一下子变得很大 譬如好像今天下午 突然间 突然间倒下来 如果是期货那些 其实原本都没什么 它就立即倒跌 100点 然后再倒 譬如晚上的时候 夜期开的时候再跌 低水400点 其实那个幅度可以很快 时间来得很急 可能很容易走为不及 所以就真是 只能跟大家说 要小心为常 好了 讲回今早早 为什么市场可以好呢 最主要是因为内地股市好 好像这个上证指数 今天全日升1.5% 上回到2800点 上回到2800点 收报2814 2814呢 很接近8月5号的收市位 那个收市位是221.5% 就是全日最低位221.5% 就是说现在还差 一点点的下跌裂口在这里 还未完全补得了 再说一次 还未完全补得了 差一点点的 好了 为什么A股会上呢 就是因为内地 就扩大一些 那些可以借孖展的标的 那些股份数目 由950只抗到1600只 另外借孖展的比率 可以宽一点 多了一点 所以刺激今天A股上升 特别是重榜股 涨得多一点 所以护心三下指数 涨得好一点 深淨成分股指数 情况类似是这样 这个都涨得不错 涨2% 也是很接近 很接近补到的涨口 那天涨口底 就在8984点 那今天 收在8978点 差很少 这个因素 导致A股好 此益到今天港股里面 就是可以跟到 升少少的 就是中资股 所以最尾最尾的时候 国企指数 都可以升四点 可惜 一万大关 还是差一点点 但是它都是低收的 不要这么开心 它都是低收的 就是说内地做得好 港股都因为 有些本地因素也好 中外因素也好 总之就没有 内地表现得那么强 那恒生指数 可以说是弱 如果看完 其实现在都很怕 它会进一步下跌 去测试 这个8月6号前浪底 那个底部是多少呢 25397 254 那现在如果你说 25800再低水 400点 是不是25400多 400多的话 是不是就是跟前浪底很接近呢 所以如果照这一刻来看 它又会再试这个底 那怕不怕跌穿呢 老实说 我自己都是比较担心的 那我就会 刚才都说了很多次 直到这些讯号转好 否则我继续都是红灯讯号 都是采取这个闪秘的模式 好了 那内地股市今天好 但是港股就弱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 因为人民币是弱 内地股市它就放宽孖展 它就可以刺激到 但是呢 港股就一定会跟人民币 人民币弱就对在香港的 中资股的股值就受到影响 没有人限的 你看得到 升上去上高就是人民币弱 就是美元强 下跌就是美元弱 人民币强 那现在你看到7.068 现在冲上去 是吧 那离岸人民币又回到7.1 去7.1 那就比较弱 另外一些本地因素 就是本地有些股份 大家知道 真的都受到租殃的 躺着中枪的 包括郭泰 郭泰 所以今天跌到9.8 如果你随息计 就有人说 这个已经是10年低位 未计随息计就未在 因为之前去年 去年前浪底 就应该是低一些的 去年10月29日 就见过9.67 收9.78 收9.78 今天收9.8 所以如果不计随息 今天就未是10年低 不过 由于收市后 又说机场6点后都要停飞 所以郭泰明天都挺害怕的 可能应该都穿下去 穿底下的了 作为郭泰的母公司 亦都是泰古城 你见到今天跌6% 恒之成分股里面 最多的那只 都可以理解 这只股 现在裂口落 这些股走势 都是惨的 都是弱的 现在避险情绪 其实是高涨 避险情绪高涨 不单止是香港 如果只是香港事件 其实就不公道 外围 其实 中美贸易战 那样东西 其实一直都困扰 内地 和香港的股市 只不过内地 而有些政策 它现在撑一撑 那个A股的走势 撑不撑得起呢 我还要看 就是说 是不是回补了 刚才所见的 就是说这个下跌裂口 如果你站在裂口之上 三天 我觉得短线可能 稍微回稳 否则的话 现在 见到回补裂口之后 都担心它再下跌 那为什么说 避险情绪还是高涨呢 你看看美元对日元走势 向下就是日元强 向上就是美元强 那现在日元强 就是说很多carry trade的钱 就平仓 盖仓 回到日元那里 日元 1805.37 其实今年年初最低位 去过104.96 但那支是一支长针 即是脚很长的 其实那一天 就不太做得准的 不过 都见过这个位 就是单单说 1805区 很重要 如果日元 升穿105区 升穿105这个大关的话 即是说很多很多钱 返回日本 日元那里 carry trade 盖倉 就会对中资股 是不利的 因为很多日本的钱 其实流了出来 就买那些中资股 特别是一些 比如内银 那些金融股 因为贪他都有 有息收 而息都不错 五六厘 对比日本的很低息 那现在日元这么强 是吧 随时就是 如果买那些股 虽然赚到息 但是虧价 因为日元不停升的话 是不是虧价 所以就可能会 平了那些股份 即是沽出来 那就会对港股 其实是不利的 所以另外一件事 大家要留意的 就是日元会不会进一步上升 好了 总结而言 港股 现在今天的走势 没办法扭转 黑色星期一的弱势 没办法扭转之后 我就担心 会破底 会破底的 因为现在夜期都比较弱 低水四百点 那如果它真是破底而落 大家继续 守住这个 短中线是红灯的 就算不破底 那怎么样 除非它扭转这个信号 即是上回来26671之上 企稳其上 收于其上企稳 否则的话 短线都不会转灯 那中线更加不会转 好了 今天的分析就是这么多 多谢大家收看